好,我们继续来讲解学童网络PS教程,我是学童网络红尘老师 大家在学学过程当中,如果疯到问题,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使用微信里面的扫一扫功能,扫一下这里的二维码 关注一下学童网络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到里面去提问,我会第一时间帮大家去解答问题 如果大家发现在线观看不太清楚,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下载全套的高清视频教程和对应的练习素材 好,这节课我们来讲解第37节课,零合绘制各类形状 其实我们学了前面的课程,已经完全可以绘制出各类形状 但是很多学员可能没有看得太明白,所以我们在这里再讲一节这个形状绘制的课程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利用选区来绘制国旗 因为这个国旗的话,它的形状都是非常特别的 如果我们能够使用这个选区熟练的把国旗把它绘制出来的话 我相信你已经掌握了这个选区工具的一个使用方法 好,我们打开国旗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它有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们在这里就使用这个选区工具,然后来完成这些形状的一个绘制 好,我们打开这张图片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文档 假如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1000乘以1000这样一个文档 为了方便我们这个绘制的话,我们把这个把它拖过来,放到我们的上方 使用移动工具拖过去 好,放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来这个白色的背景上去绘制这个国旗 假如我们绘制第一个,我们首先使用矩形选光工具 画这样一个矩形 画好以后,然后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这个国旗上它是一个红色,我们填充红色 我们把前景色设置为红色,然后按out加delay键填充 好,填充好以后取消选区,然后我们再使用矩形选光工具 绘制这样一个矩形,然后我们按酸除键把它酸除 好,这样一个白色条就绘制好了,然后我们再绘制一个这样的一个条 好,同样的话 把它删除,大家看 第一个就绘制好了,就是这样的 假如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假如我们绘制一个这样的一个矩形 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填充红色 好,填充好以后,然后我们数个右肌变换选区 把选区把它缩小一半 然后我们再填充,填充黄色 大家看没有,这样子就绘制出来了,非常简单 其他的这些绘制方式都是一样的,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比较特殊的 假如说我们要来绘制这个,怎么来绘制,我们先绘制一个矩形 新建一个图层 填充红色 好,填充好以后,然后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个椭圆选光工具 绘制一个椭圆 好,绘制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给它 按DT键,删除 好,然后它露出就是背景层的一个白色 然后呢,我们再使用这个椭圆选工具 再绘制一个椭圆 这个圆的大小,大家可以去调它的一个大小 好,绘制完成以后,然后我们填充红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这样子就绘制好了 假如说这一个,我们看怎么来绘制 同样我们使用这个矩形选光工具 绘制一个矩形 好,然后的话我们填充红色 新建一个图层 填充红色 然后同样变换选区 把这个选区缩小一半 好,填充另外一个颜色 好,填充这个颜色 填充 就是这样的 好,然后我们取消选区 然后我们在这里 绘制一个阵源 好,再新建一个图层 填充红色 好,然后我们使用这里的矩形选光工具 然后在这里再绘制一下 好,再选中这个图层 然后我们锁定这个透明像素 填充白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绘制好了 然后把这两个图层对它进行一个合并 因为现在我们的背景颜色 它是一个白色 所以看不清楚 我们把这个背景颜色换一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国题 它就可以绘制出来了 在这里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选区工具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选区工具来绘制不同的一个形状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分别的一个填充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效果 好,这个的话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选区工具 还有填充工具 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大家在观看课程的时候要把这些国题每一个都把它 很好地把它绘制出来 然后多练习 这样的话你就会熟练地掌握这个选区工具和填充工具的一个使用方法 因为这两个的话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用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有的图片都需要去填充都需要用到这个选区 好,这是第一个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形状工具 各参数设置与定义制定形状 在PS软件里面这个形状工具的话 主要是这个钢笔工具 还有一个这个矩形工具组 这一个组它都可以绘制各种各样的一个形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钢笔工具 我们点到钢笔工具以后 然后在它的选项栏上面 它这里可以选择路径形状 还有一个像素 如果我们要绘制一个形状 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形状 然后这里可以填充 然后这里可以描边 然后可以设置描边的一个大小 然后这里可以选择实线或者虚线 假如我们在这里要绘制一个虚线 这是怎么来绘制 首先的话我们在这里 假如绘制这样一个路径 绘制好以后 然后我们这中间不需要它进行一个填充 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不填充 然后这里描边 假如我们描边一个黑色 好,设置为黑色 然后它这个描边的一个类型设置为这个虚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就绘制好这样一个虚线 所以说各种虚线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钢笔工具来绘制 都是非常简单的 假如我们想绘制一个S型的这样一个虚线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 绘制这样一个S型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现在这个虚线就绘制好了 非常简单 我们想把它改为实线 我们点一下改为实线 假如改为很细的虚线 就改为很细的一个虚线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虚线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画笔 然后去描边 让这描边比较麻烦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钢笔工具绘制的话 就非常非常简单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矩形工具组 这个组我们怎么来使用它 假如我们点到第一个矩形工具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也有这个形状 也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填充 也可以设置它这个线条的一个类型 好,这个的话 它跟那个钢笔工具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圆角矩形 这个也是一样的 它这里可以选择形状 然后这里可以选择填充或者不填充 然后这里可以选择一个线条的一个类型 然后这里有个半径 可以选择它的一个半径 好,这个半径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这个圆角的这里 这个角的一个半径 我们把这个取消 重新绘制一个 我们给它改大一点 好,改到366 我们再绘制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如果我们设置不填充的话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虚线 这个边缘这里的一个弧度 就是根据这里来设置 假如我们改成50 我们再来绘制一个 你会发现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我们接着来看 再来看下一个就是这个椭圆工具 好,这个椭圆工具 它这里也可以选择一个形状 然后这里的话 也会设置它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大小 好,这个就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画一个阵源 或者说一个椭圆 如果你要画阵源 你就按住CIFR键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这个多边形和这个直线工具 多边形的话,我们点到它 然后在这里设置它的一个填充或者不填充 描边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选择一个线条类型 也是一样的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后边 假如我们要绘制一个五角星 五边的,它就是一个五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个五边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把它设置为实线 大家看得更清楚 假如我们想绘制一个六边形的 我们在这里设置六边 大家看就是一个六个边 假如我们想绘制七边 我们就设置一个七边的 绘制八边就是一个八边的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子一设置 绘制九边 我们就设置绘制九边 好,然后就是一个九边形 就是这样子一设置的 假如我们在这里设置为五边 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星形 它就会绘制一个五角星 大家看没有 然后这里有个平滑拐角 这个平滑拐角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选择它以后 然后它就是一个平滑的 这样一个五角星 然后这里一个平滑缩镜 我们可以去改变它 然后让它就是往外凸的 然后它往里面这样子凹陷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上次有学员就问我这个形状 是怎么绘制出来的 当时他使用这个钢笔工具去绘制 很难去绘制 如果我们使用这里的这个多边形工具 使用这种方法就很好绘制了 然后假如这里有个半径 这个半径我们也可以去设置 假如50 然后我们去绘制一下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个五角星的一个大小 它就是这么大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用去设置它 因为一设置 然后你这个五角星 它就固定大小了 好 这就是一个多边形的一个用法 然后再看下一个就是直线工具 这个直线工具也是比较特殊的 它这里可以选择形状 也是路径或者像素 然后这里可以设置填充或者不填充 然后这里也可以选择它的一个线条类型 主要是这里 这里的话它就可以绘制这个箭头 起点和终点都可以绘制这个箭头 假如我们在这里不打勾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直接绘制 绘制它绘制出来是一条直线 我们在这里选择实线 它就是一个直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个直线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如果我们想绘制的时候 就保持水平 我们就按住shiver键就会了 这样它就可以保持一个水平 如果我们把这里把它勾上 假如起点勾上的话 然后它就可以绘制一个箭头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箭头 这里 现在有点小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这里把它调大一点 假如这里粗细改成20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 你会发现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箭头 太大了 改为10 给大家绘制一下 绘制这样一个箭头 好 就是这样的 假如说我们想绘制一个其他样式的一个箭头 我们在这里设置终点 大家看 它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箭头 然后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箭头的一个类型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 设置它的一个宽度或者说 凹度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设置它的一个宽度或者凹度 假如宽度 我们设大一点 长度设大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假如我们把这个凹度把它改为-50% 我们再来绘制一下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以后的话 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各类形状是怎么绘制出来的 特别这个箭头 大家记住 因为这个箭头 我们经常用来给这个商品添加这个标尺 好 改回来 这设置乱了的话 你可以把它复位一下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自定形状 这个自定形状工具的话 这里面就很多很多这个形状 如果你感觉形状少了 你可以在这里点一下这个小尺能 然后在这里把这些所有的形状把它追加进去 我们点一下 假如灯泡 好 点追加 然后它后面就有这个灯泡的这个效果 就会把它追加进去 假如我们绘制一个灯泡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假如这个灯泡 我们想把它改为这个虚线 我们在这里不填充 然后改为这个 填充一个虚线的一个颜色 好 改为虚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就是一个虚线的一个灯泡 好 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除了这里面的形状以外 然后我们还可以细自定形状 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来自定形状 在自定形状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是所有的形状都是一个路径 我们在这里要选择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再去绘制这样一个形状 把这些我们都把它拴掉哈 因为我们现在要自定义这个形状 所以说的话 要把那其他不要的把它全部都把它拴掉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绘制一下 假如我们绘制这样一个形状 绘制好以后 假如说我们要改变这个路径的一个形状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哈 假如使用钢笔工具 我们在这里添加两个锚点 好 添加两个锚点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选择工具哈 然后把这个锚点把它调一下 假如把它调成一个骆驼的一个形状 好 调好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 把这个背景图层把它隐藏一下 这个背景图层隐藏不了的话 隐藏不了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这里这个定义形状 然后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大家看没有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点到这个自定形状工具 然后我们再去选择这个形状 我们就可以去绘制它的一个形状 大家看呢 绘制这个路径 假如我们这里选择形状 它就绘制一个形状 大家看啊 非常非常简单哈 我们也会自己去画这个路径 然后把它定义为这个形状 大家记住一点的就是 我们在定义这个形状的时候 自定形状的哈 跟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图案是不一样的 这个自定形状 它就是一个路径 你画成什么样的一个路径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学会了这一工具的一个使用 然后我们来讲第三个 就是给产品添加这个标词 假如我们打开一张图片 假如我们打开这张图片 然后把这个文案把它打开 好 打开以后 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标词的一个添加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 宽度 高度 厚度是多少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直线把它标出来 首先在这里的话 我们使用这个直线工具 画两条这个直线 好 这是一条这个直线 然后填充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改为其他颜色 叫做改为这个包上面的这个颜色 可以把前景的设置为这个颜色 选拨实线 好 选择实线 好 这样一条线就画好了 画好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按住out键 直接复制一个 这边 这边再拿一条这个线 out键和cifer键可以同时按住 然后水平复制 好 复制一个 复制过来了 大家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绘制一个箭头 我们在标词的时候 一般使用这种双向箭头 就是起点和终点都有这样一个箭头 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按住cifer键 从这里开始绘制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绘制好以后 然后我们打上这个文案 假如说 宽度14厘米 长度吧 我们在这里 好 然后我们打上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太大了 对不对 改小 改到30 30也大了 24 好 24就可以了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绘制它的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也是一样的 在这里 好 从这里开始绘制 在绘制这个高度的时候 大家注意 我们在这里就不需要这个箭头了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 好 绘制一条 绘制一条以后 然后我们按住out键和cifer键 选择这个移动工具 把它复制一个 复制到这个位置 好 现在就绘制好了 现在就绘制好了 然后我们再绘制一个双向的一个箭头 勾上 好 绘制好了 绘制好箭头以后 然后我们再打上这个文字 假如我们的高度是 36 把它复制过来 打上文字 好 然后我们对文字进行一个旋转90度 再旋转90度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好 然后我们再来制作这个厚度 这个包的一个厚度 然后同样的 我们按住cifer键 在这里绘制这样一个直线 绘制一个直线 绘制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再绘制一个直线 大家可以看 现在这两条线就绘制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颜色把它改为这个白色 所以说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颜色把它改一下 填充的颜色改为这个前景色 把它换一下 填充的颜色改为这里的这个颜色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绘制好以后 然后的话 我们在这里再绘制一个箭头 好 这样子一个箭头 如果大家发现它这个角度不太对的话 大家可以这样子 把它旋转一下 按Country加T 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打上它的一个 尺寸 这个尺寸好像是不是打错了 好像不精准的 好 然后的话 我们再把它旋转一下 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字如果太大的话 大家还可以去调整 我们可以把字 再把它统一改小 改到14点 好 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样的 把它改到14点 好 这个也是一样的 把它改一下 改到14点 好 这样一个标词的图案 我们就绘制完成了 这种图案呢 我们用的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多练习这个直线工具的一个使用方法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综合案例 把这个先存一下 好 第四个是使用形状工具制作一个牛仔裤口袋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绘制 在这里的话 我们主要使用这里的这个形状工具 好 我们同样新建一个文档 它这里面会设计到很多面 给打开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假如这样一张图片 它这里面有虚线 有这个实线 然后还有这个弯曲的这个弧线 好 我们怎么来操作 因为它这个角是一个圆角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个 圆角矩形工具 然后我们所要求的一个大小 假如我们想绘制400乘以400 这样一个大小 如果我们直接这样子一拖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不知道它是多大 然后我们拖完之后才会发现 它是一个多大多小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要定义它的一个大小的话 我们不能这样子一绘制 我们可以直接在鼠标这里单击 然后绘制一个400乘以400 这样一个形状 好 大家看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 每个角它这个弧度太大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改一下 改到10就可以了 重新绘制一个 好 400乘以400 好 绘制好以后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填充 大家看好哈 我们在填充的时候 假如我们在这里要使用一个渐变填充 我们就会在这里使用 假如选择一个渐变 我们调一下它的一个颜色 假如蓝色 调一下它的一个颜色 好 填充这样一个蓝色 好 这个颜色太深了 我们调一下 把这两个调节点哈 把它换一下 应该是中间亮哈 两边暗一点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把图像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好 现在就填充好了 填充好以后 然后我们就来绘制这个虚线 绘制这个虚线的话就非常简单 我们同样使用这个圆角矩形工具 然后绘制一个 我们刚才是400 现在的话我们就绘制一个390 乘以390 这样一个虚线 好 点确定 然后呢 我们改变一下它的一个形状 不填充 然后描边的话就是 描边 假如描边一个红色 然后这里选择虚线 再看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虚线的一个大小 叫做我们改为两点 好 我们调小一点看一下 太粗了 它就不好看了 我们改为两点 好 因为它有两条虚线 然后我们还要再绘制一条 同样的我们使用这里 这个圆角矩形工具 好 然后我们再绘制一个380 乘以380的一个虚线 同样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 绘制为这样以后 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对齐处理 就是我们这三个图层 我们要把它一个 居中对齐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住counter键 把这几个同时选中 然后选择这个移动工具 然后这里有一个对齐 垂直和居中都对齐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就对齐了 好 对齐以后 然后的话我们就来绘制下面这一半 下面这一半 这个口袋的一个效果 好 怎么来绘制 同样我们在这里 使用圆角矩形工具 然后点一下 然后我们的宽度同样是400 然后高度的话就没有400高 高度假如我们应该改为250 好 这样的 好 然后我们把它移过来 移到这里 也会设置它的一个对齐方式 让它直接对齐 也会移过来 好 移过来以后大家看 像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改变一下它的一个填充的一个颜色 让它不描边 然后填充 渐变填充 然后选择一个渐变 假如我们选择这一个 好 改变一下它的一个色彩 好 搞错了 我们搞到这个描边这里了 调错了 所以说没有效果 我们要设置这个填充这里 假如我们给它填为这样 好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图层移到这个虚线的一个下方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还有一条这个虚线 还有这个口袋的话 它是一个弧线的 好 这个是怎么来操作 好 我们会使用这个钢笔工具的添加锚点工具 然后我们可以在它中间添加一个锚点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向下拉 好 拉成这样一个弧线 好 这个弧线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形状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现在因为这个颜色 大家看不清楚 好 我们给它拉上来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我们在这个弧线这里还有一条虚线 这个是怎么来绘制 我们可以把这个 圆角矩形式这个图层把它复制一层 好 复制一层以后 然后呢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一个 形状的一个样式 我们这里不停充 然后描边 描边一个颜色 叫做这个颜色 虚线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选择移动工具 把它往下移一点点 好 移到这个位置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现在就差不多了 然后全都做好以后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 把这个圆角矩形式这个图层 给它添加一个投影样式 让它往上这样投影 然后这个不透明度降低一点 距离降低一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然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圆角矩形 和这个圆角矩形 这两个图层 添加一个图案叠加的样式 我们在这里怎么添加 假如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个 牛仔裤效果 这样一个条纹 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 这样一个图案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案 好 点确定 然后这一个也是一样的 添加一个图案叠加 好 图案 好 点确定 好 这样的话 整个这个 牛仔裤口袋的这样一个效果 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这些这个渐变颜色 大家还可以再去调整 你想调整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都是可以的 好 然后我们再使用这个裁键工具 把这一块把它裁键出来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最后的话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形状工具 这里它有几个点 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描边选项 这里 大家要记得 这里要去设置 这里有实线 虚线 还有一个细的虚线 还会制定一个虚线 还会在这里 删除这个描边的类型 假如这个把它删除 它就会删除 好 删除它就会删除 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添加 怎么来添加 我们这里有个更多选项 在这里可以制定这个描边的一个形状 好 我们怎么来设置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虚线 假如是4 间隙2 虚线4 间隙1 虚线1 间隙3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假如我们画一条这样一条线 虚线 然后我们把它设置为这个虚线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对照这个来看一下 这里 首先我们制定一个虚线 我们新建一个虚线 假如我们在这里虚线就是315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效果 你会发现哈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图像放的很大 就是说它有一条就是三项数的这样一个虚线 然后中间间行一项数 然后这里又一条五项数的这样一个虚线 然后中间间行两项数 然后这里有个八项数的一个虚线 然后中间间行三项数 我们来对比一下它是不是这样的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假如我们看这个边上的这个虚线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虚线它有的长有的短 假如像这里 就短一点 然后这个它就长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 如果这样不明显了 假如我们把这里改为1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更明显哈 这个虚线变得更短了 对不对哈 就这样子去定义的 我们可以定义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虚线 好 然后在这个位置 它这里还有一个对齐还有一个端点还有一个脚点 好 这几项是什么意思来 假如我们在这里 绘制一个矩形 然后我们在这里填充不填充 然后这里一个描边 假如描边一个实现的一个颜色 描边大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哈 好 好 假如我们在这里设置对齐 假如这一个是居中对齐 它是这样的 假如 这个第一个是内部对齐 它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居中对齐 它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 在这个路径的两边哈 这是两边 这个路径到了中间 然后这一个是 距外对齐 它就跑到了这个路径的外面 这就是一个对齐方式 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这个脚点 这个脚点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四个脚 我们可以把设置直脚 还有 圆 圆脚 还有一个斜脚 假如我们设置一个圆脚 就是这样的设置 斜脚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有这里有一个端点 这个端点主要是对这个虚线起作用 假如我们该改为这个虚线 然后我们再来调这个端点 你会发现哈 大家看 这个端点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设置 它这个虚线就变成一个 圆脚的这样一个虚线 然后我们再设置 它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虚线 好 第一个这个端点跟第三个端点 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 点到第一个 它这个虚线会变得更短 对不对 点到第三个 它这个虚线会加长 也就是等于说在这个虚线两端 它加了这样一个方块 这就是第三个的这个 它的一个意思 大家学会以后 然后就可以去制定各种这个虚线 它的一个形状 然后我们可以汇出各种各样的一个虚线 好 这个形状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来讲这个图文排版综合讲解 好 最后的话 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使用微信里面来扫一扫功能 扫一下这里的二维码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然后直接到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提问 我一定时间帮大家去解答问题 如果大家发现在线观看不太清楚 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下载全套的高清视频教程 和对应的练习素材 好 谢谢大家